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解140题WordBrick2 题目是说给定一个字符串S和一个字典 它叫WordDict 其中它是包含了各种单词 然后我们要加空格在S当中 使得S当中被分下来的每一个单词都在WordDict当中 然后我们要返回所有可能的句子 这个是2 139题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问你可不可以 也就是只要返回true or false 这一节的话是你得把所有可能的sentence给打印出来 就是返回过来这两题的不同之处 所以我觉得这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它没有说要最短的 就是大家可能会说 那道题叫WordLadder 它就是说你要是最短的转换 这道题你看这个PieApple这里 有三个空格吧 就是1,2,3 然后这里面两个空格 所以也就是不一定 它不一定要是最短的 你只是要把所有可能的 这个句子的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怎么做呢 给的这个例子是Cats and Dog 那这边是它的单词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分成Cats 它是这里面的 然后And也是这里面的 Dog也是 或者说是Cat和Sad再加Dog 就是两种 所以就返回这两个句子 那这题怎么做呢 其实这题就是一个比较常规的backtracking 怎么说 也就是现在我们肯定要便利这个字符穿S 所以我们就肯定有一个指针是 或者说index从它D0位到最后一位 那现在就是你 比如说在C这里 然后你一直往右走 然后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区间来判断这个单词 是不是在worddick当中 所以就是在你肯定需要一个full循环嘛 也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个起始的index 然后这个full循环是来循环这个end的index 所以比如说一开始start就beginindex在0这个地方 然后你的endindex就是从1往后嘛 然后你到这个地方发现Cat是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把Cat加到可能的结果string当中 好 接下来 再调用同样的一个函数去处理 也就是说现在你要做的是 看这个saddog能不能被划分成 某些这个dig当中的单词 所以也就是它处理的是同一个任务 所以这就是这个思路 不知道大家理解没有 也就是你要找所有可能的组合 然后我给的这个例子就是 你一开始发现C它这个单词不行 然后CA也不行 Cat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放到那个 你可以叫它current string 好 接下来你去处理剩余的部分 剩余的部分一样的 这个时候开始的就是这个0 然后你慢慢的往右走 也就是s没有 sa也不在这个字典里 san也不在 snd在 所以这个跟之前的那个凑在一起 跟之前的cat凑在一起 中间加一个空格 所以这是你目前的current string builder 或者说current string 这个随你啊 好 现在你只剩下dog了 然后一样的方法 d不在dict当中 do不在 do记在 所以就是你到最后了 如果你能走到最后 就说明你找到一个可能的组合 这个时候你得到的cat 空格sad 空格dog 就是结果可以加result当中 后来你完成这些之后要干嘛呢 backtrack 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要做的是 你把这个dog给remove掉 然后把它既从你的string当中去掉 又把你的 对主要就是把它从前果当中去掉 然后再把sad去掉 把sad去掉之后 这个时候你到了这个t这个地方 不是把这个也去掉 然后把cat也去掉 然后你接着重新做 也就是刚才那个end index 不是到t了吗 那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接着往右走 就是到s 然后你会发现cat cats又在结果里 所以你 不是 在这个worddigit当中 所以你又把它加到那个currentstring当中 然后 剩余的部分就是end dog 然后你就一样的处理 所以这期其实就是一个backtrack 有一些意外的是 有一个简单的简直可以使速度很快 不知道大家可以想到这个简直没有 这个简直就是 如果你的这个string中包含了worddigit当中没有的字符 那就肯定没有 所以就返回空的result list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快速的简直 所以 这个简直你怎么判断 它有没有这个character呢 我们是用 当然这方法不仅是一种可能有多种 也就是你要有个cout array 然后你便利 呃 word当中的每一个word 然后对于它的char就是word to char array 对吧 应该是char array char array 接下来你就把它出现的就是加加 这个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个是ascii code 所以你要减去它的offset 然后加加 好 接下来你怎么判断所有的在不在里面 是不是你就便利 呃 char在s2string 不是2string 2char array当中 这时候怎么做 是不是就是cout 呃 你就判断嘛 如果cout c减去a等于0 也就是没有 那你就return 呃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结果 对不对 我们就写在外边 因为接下来要写一个呃 dfs 所以你就写在外边 就new array list 所以那就返回result 这是一个简单的简直 好 接下来呃 还要做什么呢 呃 刚才你会发现我们多次使用到 比如说cat在不在word.dig当中 cat在不在word.dig当中 最快的是把它用变成hashset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提高速度的办法 我们叫它word.set 好 到这的话就是word.set 初始化 等于new hashset path word.dig给它 好 接下来就是做dfs了 然后最后就返回result 好 现在我们来想这个dfs怎么写 dfs需要什么东西 呃 首先肯定需要string 还需要什么 index 刚才说的那个最重要的index 也其实就是beginindex 或者start的index 呃 还有就是当前已经记录下来的stringbuilder 所以叫做curve 好 base case是是不是index一旦走到最后 呃 因为我们这可能多次用到n 所以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就如果index等于n 是不是就知道已经有个结果了 所以就啊 result addcurve toString 呃 返回 好 呃 现在有了beginindex 那你需要便利 呃 来得到endindex endindex 就从index 然后i小语n i++ 呃 现在是不是你要判断 如果wordset当中contains这个当前的substring 就ssubstring substring 它的substring是什么 应该是index 然后i加1吧 因为呃 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是不包含 呃 这个endindex 所以你要加1 那可能是它大小只有1嘛 所以嗯 是可能是只有一个的字符在这个substring当中 如果包含了 如果包含了 我们因为待会不是要backtrack吗 所以你要呃 你要把它remove 从这个curse string当中给remove掉 所以你需要知道它的 你添加了的区间范围 所以你要有一个before ending 呃 anding 这时候应该等于目前curl的lens 好 接下来我们是得加了吧 得加有两种情况啊 一种是如果before ending等于0 也就是它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要加空格的 后面都要加空格 呃 那也就是curl append的当层的这个substring 也就是这个东西 把它复制一下 呃substring多了一个对吧 好 appendsubstring 然后嗯就这样 如果不是第一个的话 是不是呃 我们得首先append的一个空格嘛 因为两个单词之间有空格 然后 curl append的这个 好 那接下来呃加完之后是不是得做 就是调用下一个 就是你 你用这个函数去handle剩余的部分 所以这是index被人i加1了对吧 然后string builder downinstrument就是curl 好现在的问题是你得backtrack 就是backtrack就是你 你这个都处理完了 你backtrack应该要改两个部分吧 第一个是 呃curl你要delete 你添加了这一段 添加这一段是什么 不就是 delete beginindex就是before adding endingindex就是curl 现在的curl的lens 就把这一段给删了 好了 其他就不太用改什么了吧 所以这里就是s0 newstringbuilder stringbuilder 应该就是这样 嗯36行36行 是不是多了一个括号呀 确实是多了一个括号 好了 好的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